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突然跑到医院来看我 我刚才去你们家 你第一说你来医院了 怎么了 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你看我后风轮条哪里 又不舒服啊 我是来找一个朋友的 找朋友 你下次能不能去哪儿提前 告诉我一声 我说你控制欲也太强了 我不是控制欲 我不是控制欲你 好吧 走吧 我看你随机那个电台 直播得挺平凡的 嗯 工作忙还有电台直播 就是没时间陪你男朋友 不是啦 是我在这儿遇到一个朋友 他得了很严重的病 我又没有时间来看他 就以这种方式陪伴他喽 是谁啊 男的还是女的啊 男的还是女的啊 而且我说了你又不是什么 看来你最近有很多小秘密 我没有什么秘密啊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是 是不是 生日快乐 是吗 什么啊 那么好啊 哥 你让我给莫菲姐买的礼物 我已经买好了 林轩哥 你来了 怎么这么久啊 莫菲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 她比我年长几岁 我们可以说是 青梅竹马 门当户对 你知道不知道 你在吃关东煮的时候 唐明轩在干什么 她现在也对我很好 她会经常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 好玩的 莫菲 天天 莫菲 你们 都认识啊 我 我 都认识啊 就算了 你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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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